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都是养生的家常的粗粮当中常见的几种 那这几种如何才能做成高大上的家常菜呢 大家看 打开我们的实践宝典了解 实践未解之谜 小米里面有玄机 小米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各位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小米是几乎家家都有的粗粮 但您注意过了吗 虽然是小米 颜色深浅却是大有不同的 有些颜色鲜黄 像成熟的香蕉一般 但有些却是发白的 那么同是小米为何颜色深浅不一呢 这深浅的小米间又存在什么差别呢 我们首先请教了实践顾问 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 焦通老师 我们说颜色深的是新小米 颜色浅发白的是陈小米 新小米营养非常丰富 而陈小米呢 不但说暴露在空气中受到了氧化 营养成分有流失 而且呢 味道和香气有所减少 还有增加了产生霉变的隐患 原来如此 按照专家的说法 新小米的颜色往往更鲜艳 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自然也是更偏爱颜色更深的小米 去购买了 但是 这颜色深的小米 就百分之百是新小米吗 会不会存在小米颜色虽然鲜艳 但却并不是新小米的可能性呢 此时 一则消息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消息中称 有人就善照老师的说法 去买了颜色鲜黄的小米 但没想到 这小米到了手里 竟然就出现了十分奇怪的现象 按照消息中的说法 有人买到的深色小米 在浸泡之后 竟然被泡出了大量黄色的汤汁 难道这优质小米还会掉色吗 为此 文明从商品质量 有保障的正规超市 买回了货真价实的新小米 进行了浸泡实验 发现 除了汤色稍有浑浊之外 正规的新小米 是不会出现掉色现象的 那么 这问题就来了 消息中出现的鲜艳的小米掉色 到底是不是正常现象 同样的鲜艳小米 一个新鲜 一个掉色 这里的猫腻又出现在了哪里呢 我们还是会到演播室进行解答 小米掉色 这是怎么回事啊 正常的小米是一种淡淡的黄色 对 咱们说深色的小米呢 就是那些不法商贩 就利用这个心理 你不是想吃那种特别黄的小米吗 我给你染个色卖给你 小米掉色最主要原因可能就是这个 但是那我们买小米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个是染色的还是不染色的 我有听说过是因为拿水泡过之后 不就会出现那个黄黏色吗 对 但我们买的时候不能拿杯水去把小米给人泡理 对不对 这不合适 那我们就不吃了吗 又不可能 那当然不对了 首先我们说分辨这个小米是不是染色呢 有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种咱说得看 一旦被水泡过染过色的小米呢 它是有裂口的 别看小米很小 但是出现了碎米裂口的蜜 证明它是有问题的 这还能看出来它有没有裂口 对呀 特别是小米正常一把放在手上 颗粒发现不均匀 有裂的 或者是碎米出现 很有可能是经过处理的 这是第一个 这样一摊开就看得很清晰了 对 每一边小米是不是碎的处理 那第二点呢就是闻味道 小米它是我们主要的粮食作物 闻起来有粮食的清香的味道 一旦出现了其他的味道 或者说不是那种清新的味道 它一定就是有问题的 染色的 那如果说这两种方法 我们都用不上 或者是觉得辨别不出来 最后一招也可以 拿回家 拿水一泡 掉了色 一煮开花的时候 整个锅全是黄黄的 那个就是有问题了 也就是说要鉴别的话 其实很简单 三招 三招 第一就是摊开来看 看它是不是有裂口 或者睡 第二你闻一闻 第三招就煮一煮 拿水泡一泡 我觉得我用第三招就可以 因为我记事眼 再加上我自己感冒 鼻子也不通气 也行也行 总之这几招呢 就可以帮您挑选到好的小米 但是我们前面提到了 这个小米它是非常养生的食物 是 但如何做成这高大上的家常美食呢 想象不到 我们学习一下 各位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养生小米怎么吃 欧洲吃 装阿米饭 这些可都寡淡又过时了 今年我们流行 小米配着排骨吃 可这小米和排骨 一个主食 一个肉类 这做出来会是什么效果呢 我们还是眼见为食 来看一下 青黄小米包裹鲜嫩的排骨 肉汁一点都没浪费 满满的吸进小米里 还有帮助消化增加饱腹感的神奇作用 小米被巧妙处理成 会在锅里跳舞的小米花 软糯加倍 吸收汤汁的能力加倍 搭配排骨后 口感完胜油腻的米粉肉 是当之无愧的健康肉食吃法 做法上更是神奇的 不用一滴油 上锅直接蒸出来 浓香 少油 又健康 但是想把小米做出如此效果 可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所以接下来 我们还是要跟着专业厨师一起 看看怎样才能把小米和排骨的组合 做到极致 而首先 想要小米变得软糯 这小米的处理方法 可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想让小米吸收更多的汤汁 吃起来比米粉更加软糯 我们先把它处理成 具有去腥功能的小米花才行 不仅要变成膨胀的小米花 还要有天然去腥的功能 这样的步骤 会不会很复杂呢 非常简单 一步就可以做到 首先我们准备干净的小米 喝一口平底锅 还有几粒花椒和大量 花椒为了不影响之后的食用 我们提前用擀面杖 把它擀成粉末备用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几种东西 来做能去腥的小米花了 我们把平底锅直接加热 不用油 把小米下锅炒制 同时放入花椒粉和大量 进行炒制 炒制的过程中 让花椒和八角的味道 慢慢地渗入到小米里边 再让它和肉结合 就具有天然的去腥功能了 但是这小米 又是怎么变成小米花的呢 判断小米 是不是开裂成花 火候非常关键 只要我们一边翻炒 一边观察小米的状态 当小米从锅里微微弹起 纷纷地开裂成花了 这时候我们关火 小米就准备好了 而接下来就是排骨的处理了 这道小米排骨 从外观和制作方法上 都和米粉肉有些相似 但会做饭的人都知道 这米粉肉好吃 就在于油要多 脂要浓 而排骨却比五花肉脂肪少得多 如何用少量的脂肪 做出同样的鲜嫩多汁效果呢 大厨自然也是有方法 第二个重点就是排骨的处理了 为了锁住排骨里鲜美汤汁 我们的排骨不光不能焯水 连腌制的酱料也特别有讲究 我们在排骨里加葱姜水 前面酱和少许的生抽 刷打一会儿 再把处理好的小米放进去 搅拌均匀就好了 这样我们这道小米排骨的出形就完成了 而小米排骨的最后一步 自然就是成型了 这一步也最简单 只要将蒸锅上去后 将排骨盖好保鲜膜 蒸上半小时 这软糯浓香的小米排骨就出锅了 这样的小米您喜欢吗 而说完小米能做的当家主食 其实小米也可以被做成火爆零食呢 就拿着小米锅巴来说 看电视 家庭聚会 夜餐 宵夜 甚至是工作之余作为小食 都是最适合不过的 但是看看外面卖的小米锅巴 虽说是小米 但稍一观察配料表就会发现 这添加剂可是不少 而且多数小米锅巴还是油炸而成 明明是健康的小米做零食 却成了高热量多添加的发泡食品 但今天这火爆的小米锅巴 其实咱们自己在家就能做出来 而且完全无添加剂 甚至连烤箱也不用 只要三勺油和一个平底锅 就能轻松搞定 让您真正吃到健康无负担的粗粮零食 首先第一步 当然还是小米的处理 现在这个小米的处理就和之前不一样了 首先我们把小米洗干掉 然后小米和水按照三比四的比例混合好 之后我们盖上保鲜膜 放入微锅炉里边 加这个三分钟 煮熟 这时候我们加入一颗鸡蛋和适量的面粉 小种粘稠状 原材料就准备好了 之后的第二步 就是锅巴的成型了 我们把做好的材料放在案板上 碾成片状 之后切成锅巴片大小的方块 这时候就可以进行锅巴的成型了 但普通方法制作锅巴 都是需要大量油炸才能定型酥脆的 我们的做法却只需要三勺油 这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吗 这多油炸出来的锅巴虽然脆 但是呢 它往往卷曲的也厉害 还容易碎 但是我们在锅底 只放三勺油 同时把锅巴停锅 用铲子一根按压一边炸制的话 做出的锅巴既不会卷曲 又能达到健康酥脆的效果 但这时候 刚刚煎出的锅巴质地并不酥脆 这您也不要担心 只要把整锅锅巴 放在室温通风的环境下放凉 这酥脆的质感也就出来 吃着小米排骨 吃着那个小米锅巴 哎呦 这是一种绝妙的搭配 这吃起来很过瘾 小米呢 咱们是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说这个玉米面 在生活当中 我们又叫它棒子面 说到这个棒子面啊 我是再熟悉不过了 因为什么呀 咱们在凉店呀 参加过销售工作 每年一到这个粮食啊 新下来的时候呢 那个凉店里头的大爷大妈呀 都排队去买去 可以说是人挨人 人体人 人疼人 人落人 人山 人海 当然了 后来我一问这些大妈大爷们呀 我说您怎么这么爱吃这个棒子面啊 怎么这么爱吃杂粮啊 大爷大妈说的并不是啊 我们其实倒也不完全是为了来买棒子面 哎呦 那是 有什么问题呀 又不是多么值钱的东西 有必要去造假吗 没有 我跟你讲 有位这个热心观众 就打来电话了 买了棒子面回去熬粥 这也发现了问题 都给我们打电话投诉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各位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棒子面加加油 尤其是夏季 煮上一份棒子面粥 省市瓜油还香气扑鼻呢 但是就在最近 一位观众去告诉我们 他家的棒子面 在煮粥的时候 发生了奇怪的化学反应 搞得他根本不敢再吃了 这棒子面 怎么能起了化学反应呢 这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我买的这个棒子面 价格挺高 看起来质量也挺不错的 但就不知道为什么 到家一下水煮 就起了好多白沫 而且越煮越多 就跟起了化学反应似的 这种现象 我从来没预见过 我们也对观众家的棒子面 冒出的墨子 进行了观察 发现果然不少 泡沫覆盖了整个粥的表面 甚至浓度 可以浮起家里 刷碗用的大块海绵了 一切让人觉得异常 而面对着 不断冒出白沫子的棒子面粥 观众是越想越害怕 这粥是根本不敢再吃了 那么 这好好的棒子面 怎么一加热 就开始出墨呢 这棒子面出墨 又到底是不是正常现象 为了找到事实真相 我们再次从其他途径 买回了几份棒子面 进行煮制实验 而在煮制之后 我们发现 大多数的棒子面 都没有出现出墨现象 只有其中两份 出现了轻微的白沫 但都没有观众家的棒子面 那种大范围起墨 而且墨子浓度 如此之大的现象 那么 这是不是就说明了 观众家里的棒子面 是被人动过了手脚呢 这墨子的真实身份 又是什么 我们还是回到演播室 请专家老师 进行解答 你看啊 好好的棒子面 这有的出墨 有的不出 这怎么回事啊 你给解读一下 咱们首先说 并不是说出墨就是件坏事 跟人为的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个棒子面 煮了出墨事件 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怎么 因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玉米里 既有胶质还有蛋白质 即使这个玉米粒被打碎了 但是营养物质还在 只要一煮 它就飘在水面上 就会出墨 咱说怎么煮不起墨 有一招非常简单 怎么做 我们说煮粥的水分成两份 第一份你先把它烧开 放在锅上 另外把这个棒子面也好 玉米面也好 放在另外一半的凉水里 给它尽量搅开 倒在这烧开的开水里 这样的话 它有一个预先冲开的一个过程 就没有必要 一下子猛冲成团了 明白了 先把它稀释一下 然后再放到热水里 还不起墨 行了 这棒子面啊 咱们是解决这个问题了 现在都已经清楚了解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了解下一个 实践未解之谜 打开我们的实践宝碟 不用包 你撒出来的 这个薄皮菜团子 都不用包 一撒这菜团子就出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让我们一起实践 出真知 轻轻轻轻一撒 不用搏面 不用擀皮 甚至不用包制成形 就这么轻轻一撒 一个皮子薄如水晶的菜团子 就能成形 您相信吗 平时做菜团子 最难的就是 如何让馅料成团 如何让皮子不开裂 如何百般练习 才能包出薄皮大馅的效果 但今天 这些一概不用考虑 只要您牢记三句 极其简单的口诀 根本不用动手包 就能轻松在家做出 馅料鲜维 抱团不散 而且皮子薄到极限的 健康菜团子 接下来 就让我们跟着达人一起 来为您揭秘 首先 口诀第一句 馅料不用盐 成团加倍鲜 做菜团子 全部的鲜味 都在这团子的馅料里 馅料要咸淡合适 还要做到 即使是素菜 也要鲜香十足 这吃起来 才会健康又有食欲 最关键的是 这馅料还要达到 不用包制 自动成团不散的效果 这里可就需要秘诀了 首先 素馅想要做的鲜香 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今天选的原料呢 就是当时当令的小白菜 此外还有虾皮和鸡蛋 小白菜清香扑鼻 爽脆健康 鸡蛋复合出肉的口感 而虾皮鲜香四溢 纤维十足 但说到底 也不是特别特殊的搭配 最关键的是 几种馅料都是颗粒状的 不好抱团 这加倍出香 而且自然抱团的效果 又是怎么出来的呢 我们今天做这个 团子馅的秘诀呢 就是一定不能放盐 而是要用一鲜一香 两种调料 代替盐来调和 为什么用了盐 馅料就不容易抱团了呢 我们做个实验给您看看 在小白菜为主的青菜馅料里 我们加入少许盐进行搅拌 没多一会儿 这蔬菜的水分就被杀出来了 营养流失 口感变差 最关键的是 不停地出水 会让棒子面难以包裹 馅料散碎不成形 这就是菜团的难包的关键 但是 如果调馅不用盐 我们又要用什么呢 我们今天是用蚝油和香油 来调这个馅 我们要用一份的炒好的鸡蛋碎 一份虾皮 还有三份小白菜碎 放入两大勺蚝油和一勺香油 混合在一起调和 我们利用蚝油的鲜甜 和香油独特的香气 代替盐来调味 这样做出的馅料呢 浓厚鲜香 而且低颜健康 最关键的是 蚝油中 盐分含量极少 与油结合后 又进一步防止了 馅料出水的现象发生 又因为两种调料本身 就具有粘性 所以馅料特别好成团 用手翻滚几下 就自然形成了 喷香的团子 而之后 就是第二个秘诀 也是最关键的 团子成型了 如何做到 不用包制 轻轻一撒 就能撒出菜团子 我们的口语就是 水晶团子皮 干粉撒两遍 我们平时做这个菜团子 最难的就是包制 因为皮薄了容易露馅 皮厚了不但不好吃 也容易开裂 但是我今天做这个 团子皮的方法 可是万物一失的 只要轻轻一撒 团子就能成型 接下来 您可要认真看好 我的做法 执剑达人 首先准备了一盆 完全没有经过处理的 棒子面 之后拿起一个 成团的馅料 直接把棒子面 撒了上去 在四周撒匀之后 就把团子 直接放在了一边 没错 这就是我 制作菜团子的秘诀 是利用馅料里的水分 把面粉粘上去 我们这么做的好处 一来是省去了 我面包制的这个步骤 二来呢 因为面皮是不用水 直接吸收了馅料 蔬菜和蚝油的水分 味道更加鲜美 也更加有营养 可是这只撒了一层棒子面 这皮子会不会太薄了呢 所以我们的口诀是 干粉撒两遍 才能够得到一个 薄厚适中的团子皮 我们撒好第一层棒子面之后 把团子放到一边静置一会儿 让里面的水分慢慢渗出 可以看到表面的颜色 明显变深了 这个时候我们按同样的方法 再撒一次棒子面 这样一个薄厚适中的团子皮 就做好了 而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的 成型步骤了 最后一个口诀呀 是最简单的 您只要记住 替上刷层油 上气儿十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这个菜团子啊 皮儿非常的薄 所以呢我们要在替上 先刷一层油 防止它粘锅 这样呢大火上气儿 蒸十分钟 就可以轻松出锅了 馅料不用盐 成团加倍鲜 水晶团子皮 干粉撒两遍 替上刷层油 上气十分钟 巧做菜团子 健康又轻松 已经说完了玉米面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紫米 来打开实践宝典 了解下一个实践未解之名 掉色的紫米 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掉色 那肯定人没的 就掉色 染色的质量有问题呀 哪有那么多问题 紫米谁煮都会掉色的 它本来花青素含量就高啊 煮出来一定是有颜色的呀 刚刚说的这个花青素 确实是有道理 花青素确实会掉 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这个紫米掉颜色 它有蹊跷之处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 好 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紫米富含丰富花青素 所以用水浸泡或者煮粥之后 会掉色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这紫米掉的颜色 是有深有浅 而且是差别极其明显 你又知道吗 就拿我们面前放的 这两份紫米来说 从外观看 两种紫米不论是颜色 还是外形 都是极其相似 但一旦入水浸泡之后 就会产生极大的差别 其中一份入水后稍微搅拌 就能把清水染成深紫色 甚至有些发黑 而另一份 即使在长时间浸泡后 水也只是微微变色 甚至还可以一些 看到对面的景物 如此强烈的对比 如此巨大的差别 这其中又会有什么样的玄金 都是紫米 有的掉颜色 掉得厉害 有的掉一点 这两种紫米有些什么区别 这两种的紫米情况非常特殊 它不光是掉色的问题 我们说正常 花青素是溶于水的 这个紫米一泡 掉色非常正常 但是它泡了不掉色 证明它的花青素 被提前提取了 实际上咱们说 这种米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能分辨得出来 怎么分辨 您给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说提取花青素 第一你得泡它 对 不泡花青素去不掉 对 第二个 变成我们手里这种米 你还得把它晒干了吧 对啊 不能湿的米就上来 就在这一泡仪晒的过程中 紫米就会有个小裂口 哦 有这个裂口之后呢 特别是晒 晒的过程中 一旦晒不好 非常可能让整粒米全都裂开 碎米多了 米上有小裂口了 这样的紫米 千万不要买 这样被泡过的紫米呢 营养素啊 什么矿物质啦 水溶性维生素啦 花青素啦 全都流失掉了 我们以为紫米是个对身体非常好的食物 但是这样的紫米你要吃了 对你的身体什么好处都没有 紫米已经挑选出来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说一说怎么吃了 这紫米到底该怎么吃 才能够最完整地保留它的这个花青素 才能够让它做的是高大上呢 各位 接下来方法就教给您 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学会了挑选含有全部花青素的优质紫米之后 如何吃紫米才能更加高档 并且吃到更完整的花青素成分 甚至之后还有排毒瘦身的神奇效果 这就要看我们今天的紫米做法 甜糯紫米糕了 普通做法吃紫米高温酒炖 或者浸泡之后都会让花青素大量流失 但我们今天的方法吃紫米 却能用极其简单的三步走方法 低温烹煮少汤无油 而且连浸泡出的紫米水都能全部利用上 是真正美味又科学的紫米食用法 做出的成品更是香甜软糯 精致诱人 所以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来跟着我们的美食达人一起 来看看这甜糯紫米糕的做法吧 首先第一步 当然要处理紫米了 我们在处理紫米的时候 管的花青素至关重要 所以水温是关键 首先呢 用凉水把紫米清洗一下 然后再用1比1的温水 把紫米浸泡三个小时 目的呢 就是让紫米变软 吸水膨胀 然后吸出一部分的花青素 而这时候吸出的花青素 您可不要以为就被浪费了 一会儿我们还有办法 让它再次回到紫米糕里 而接下来的第二步 就是紫米糕的调味和成型了 我们一般做点心的时候呢 会放很多的糖 但今天呢 为了追求健康和紫米原始的味道 我们要用煮制的方式 把紫米的甜味调出来 从而减少糖的用量 我们就用刚才浸泡紫米的水 和紫米一起下锅熬制 等到紫米变得粘稠 水分吸收得差不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关火 再加入少量的冰糖 就能达到比较完美的效果了 但这时候 紫米还是没有形状的 为了帮助它成型 我们使用了木树淀粉 和它混合 一般家里会用到的是糯米粉 但是糯米粉的甜度太高了 所以今天我们把它替换成 超市里一般都买得到的木树粉 木树粉的形态和味道 都和糯米粉差不多 但是木树粉还有 高纤维 排毒 瘦身的功效 能让我们越吃越美丽 越吃越健康 木树粉和紫米 调和到可以成坨的效果就可以了 而之后就是最后一步 紫米糕的成型步骤了 紫米糕啊 想要做成各种形状 听起来很复杂 需要很多模具 但其实根本就不用 我们就利用平时家里喝茶 用的小茶杯就可以了 我们把面坯放入模具中 上面撒几个花生做点缀 然后大火上汽蒸制15分钟 这样我们的紫米糕就做好了 我们这边的口号是 品味求真实 实验出真实 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拜拜 欢迎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例 收看节目 完整视频 感谢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的大力支持